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警方將鐵門關上 沒想到這輛車 非但沒有停下來 還加速衝撞 炸門被撞開 就連旁邊的遠景 也差點沒命 當時車上載滿了 稻坎的張物 擔心被發現 就直接衝撞 凶狠的行徑還不只如此 在警方跟監時 還拿石塊攻擊 有遠景差點跌落山谷 以黃姓女子為首的 三老鼠集團為了謀取利益 還收編6名越南的逃逸外勞 幫忙倒伐 將珍貴的林木 運到山下販賣 現場查獲的張款 大概有54萬9千元 經過4個多月的搜證 見時機成熟 警方繽紛多路 在27號將這些拘捕 還撞緊的三老鼠 在27號將這些拘捕 通通逮捕歸案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